现在有关于核酸的这个事啊 可以说呢在网上是炸开了花 在我去加州之前 我们给大家公布了一个好消息 新20条注意是20条不是21条 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针对于中国现在的清零严格政策 有这样的一些边际上的放松啊 我是想来想去想到的各种各样可能的后果 包括逆向的后果 比如说疫情逐渐反弹 我唯独没有想到的就是老百姓不干了 各地百姓纷纷出来要求恢复全员核酸 坚持清零不能放松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也知道啊 出管事在在河北的石家庄 在吉林的延吉 在安徽的合肥 在福建的福州 在广东的广州 在海南三亚 很多地方现在都开始宣布了 要取消区域全员核酸检测 小区需要解封了 现在据说呢在一些地方啊 市民出门也不查核酸了 乘车也不需要核酸了 这不是大家期盼了好几年的大好结果吗 结果广大市民纷纷恳求 必须恢复大规模核酸检测 其中而然觉得比较比较差异的 就是石家庄啊 石家庄是11月12日 刚刚是宣布解封了 结果在14日就宣布 恢复室内免费核酸检测点 甚至有人说啊 说要向有关部门投诉啊 好好的核酸点 怎么你们说取消就取消了 这还有没有天理甚至还打出核服 强烈要求把阳性病人拉走 我们请求做核酸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心理啊 我看到有人分析啊 说这好像就是吧 你啊 这个做核酸做的时间久了 现在突然要求你出门不用看哪了 就像突然上街没穿衣服似的 我们在美国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啊 之前戴口罩戴的时间久了 突然现在出门不戴口罩 老觉得少了一点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之前说啊 说解封啊 解封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 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问题啊 在这一点可能就体现到了 特别有趣的是啊 在北京的朝阳啊 据我了解呢 之前呢是有很多的核酸点 结果呢 现在中央发了消息 说啊这个动态清零要进行灵活调整 有一些原来的核酸点呢就关掉了 当然了 中央不是说要放松了 而是说要优化核酸检位 结果呀 很多市民呢就此提出不满 说你们啊 本来小区里有一个核酸检测点 就被你们关了 我现在到哪去做核酸呢 现在呢你们其他那一些核酸点开放的时间也缩短了一半 我想做核酸我排队的时间反而是更长了 结果呢 北京的一二三四五市民服务热线还特别发布了回复啊 说呢 说现在呢按照国务院最新发布的20条 我们这呢已经是低风险地区了啊 不能再进行全员大规模核酸检测了 结果呀去做不到核酸的市民去报警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说啊说呢是不准核酸小屋的人走 必须你得在这给我做完核酸我再让你走 结果呢现场做核酸的人员不行 被市民围困围堵干脆直接请公安住在干预 不做也不行 对所以呀有人说啊说这个百日维新还坚持了百日 结果呢你这二十条好像咱们出台到现在还没到两周呢 有人说叫百鸟维新 百小时违新结果现在就成了这样的事我我是我是对不起差一句 我是觉得他的普遍性到底有多少 因为林子大了什么样都有 对中国14亿人什么样的人都有 呃如果就是要求做核酸酸的这些人的话 只是少数的话也没有什么代表性 对因为我我看到大多数的人还是不太愿意这样 对就人都快憋疯了 对对对所以啊对Eric这一点提醒特别对 因为我们媒体啊在报道事情的时候 老是报道这个人咬狗的事狗咬人可能是更普遍的 但是啊这呢就算是今天啊节目最后给大家的奇葩新闻 分享一下哎我还听说啊在深圳啊 有人呢专门上书孟书记和秦市长叫什么呢 请求政府继续保持长台化核酸检测 其中还点名点性的说我们不能像石家庄那样摆烂 所以呢这可是把石家庄人得罪坏了啊 对不过我们还是别忘记了就是在有些地方的民众啊 实在受不了的反抗比如说我看到BBC的视频里面讲到广州的民众开始反抗 有有一个香港的一个 其实是一个学生记者发现那个视频是假的 哦是假的是2017年的视频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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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不管是BBC半导电视台其他多家媒体都引用了一段假视频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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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几乎我们纠正一下 不过有一个消息别忘记了下个月将会召开中共这样经济工作会议 而这个经济工作会议 非常有意识的是在什么地方呢 在现在的经济这么糟糕的情况之下 已经还不能确定的情况之下 而且是呢政府处于交办的阶段的情况之下 所以这样一个中央经济会议将会出台什么样的政策呢 在我看起来 中共的这个政策即算是李克强下台 但是他现有的政策的延续性是个集体有一些讨论评估 不仅是官员有所参加很多经济学家都参加 所以我觉得中央经济这次会议不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断裂 而是之前的一个政策的延续 那么政策的延续的话相比之下很有可能会出台一些的刺激性的措施 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需要释放出一些利好的消息 这也就是为什么香港的股市甚至中国的股市在未来可能有好的预期的一个原因